打开Source 2013,创建一个新的零件文件。 单击前视基本面,单击草图绘制,单击圆按钮,在图中绘制一个圆,单击智能尺寸按钮,标注圆的直径为30。 单击拉伸凸台机体按钮,设置。 拉伸深度为6。 然后选择一个面,单击一行孔向导按钮,选择柱形尘头孔,然后在各项参数中分别进行设置。 将孔添加到图中合适的位置处。 单击智能尺寸按钮,标注尺寸调整孔的位置。 单击圆周阵列按钮,打开圆周阵列属性管理器。 显示临时轴,显示临时轴,然后设置。 阵列数目为6,选择阵列特征,完成。 图形阵列,然后将临时轴隐藏。 图形阵列。 图形阵列。